吹一番酒后抱离婚引擎绿帽都戴成那样了 5月10日白白河主演的《外科风云》迎来了大结局 白白河本人正在拍摄新剧 还时不时的常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 一个月前的出轨事件似乎也渐渐的落下了帷幕 但真相真的是如他们所说吗 白白河工作照旧 宣布退出热圈的陈宇凡却是大受打击状况低迷 今天晚上陈宇凡怒砸摄影师扯玻璃 还向风行工作室摄影师酒后吐真言大吐苦水 揭露白白河出轨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全明星探报道 5月8日晚刚刚集结到风行工作室新老摄影师团队第一次出工 就在北京工体拍照了陈宇凡与友人聚会喝酒的画面 当天陈宇凡戴着黑色帽子身穿黑色半袖和牛仔短户 打扮休闲 一直喝酒玩乐到凌晨4点 陈宇凡才和朋友们准备离开 此时陈宇凡似乎有点喝高了 走路遥遥晃晃 手里看杂着一瓶啤酒 一边走路一边和友人聊着十分兴奋的样子 不过走到车边 陈宇凡似乎发现了摄影师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消失不见了 换了一副黑脸快速上车 陈宇凡的朋友也发现了摄影师 盯着摄影师看了一会儿 然后自顾自的将手里的弓箭等物品放到了后备箱当中 随后陈宇凡过来从摄影师交涉 表示自己已经退出了圈叫摄影师放过他 不要再拍他了 沟通完毕之后陈宇凡等人上车离去 摄影师也收了设备准备打到恢复 然而巧合的是 陈宇凡与摄影师的目的地都是在通州方向 半路上陈宇凡一行人发现摄影师的车辆 以为摄影师还在跟拍呢 立即将摄影师的车堵在了中间 陈宇凡更是下了车 举着一只高尔夫球杆就走了过来 一球干砸碎了司机一侧的窗户玻璃 索性司机师傅反应快 迅速的爬在方向盘上才没有被砸到 但坐在副驾驶的同事 却被玻璃茶子给溅了 头部受了伤 随后喝醉的陈宇凡 就站在车边 口齿不清的开始跟摄影师大吐口水 更是揭开了与白白和离婚的真相 他说家丑不可外讲 你理解上好吗 换成你媳妇你这绿帽戴成这样 我为人处事这么多年 没牙白白和我就没有脏身 看来白白和死前韩国约会张爱鹏确实是出轨 陈宇凡也确实被戴了绿帽子 接着陈宇凡又说了很多 数次提及自己的儿子 一次死前发生与白白和离婚 也是为了儿子才想让此事快点了结 白白和出轨十年报处之后 两个人解释早已离婚 虽至一生不断 但白白和工作依旧 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另一边 陈宇凡宣布自己退出一道圈 更是备受打击 估计买醉到凌晨 遇到摄影师居然情绪如死激动 可见起 最近过得十分压抑 好在摄影师只是受到了一点小伤 选择原谅陈宇凡也表示理解他的心情 但小编最后还是想说一句啊 陈宇凡你这一气之下就动手的脾气是改改了 动手打人可是不对的 要是真的伤了人那就不好办了